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 爱的潮水已经退 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196年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一夜之间在街头巷尾单曲循环 此歌讲述的是 齐琴和王祖贤的爱情故事 两人相恋将近十年间 王祖贤转身投入 富商林建月的怀抱 齐琴得此消息 情难自己 于是这首歌诞生 齐琴本是曲中人 他将此歌演绎的情真一切 王祖贤听到后 一时思绪涌上心头 顿时泪流满面 情不自禁地拨通了齐琴电话 之后两人重归于好 他们对彼此的爱更坚定 开始买婚房 商议婚期 连生孩子都提上日程 可没想到 一档从天而降的官司 把两人的美梦记个粉碎 1986年 齐琴凭借一首狼红透了半边天 少年时的齐琴曾经经历过一段叛逆时光 当时他混迹街头 不知何去何从 甚至在16岁的时候还进入了感化院 就是我们所谓的少年管教所 而这段经历也被他称为在狼群里的日子 杰奇遇在去香港瓦展之前 把自己唱歌获得的全部奖金 给齐琴买了一把吉他 就是这把吉他让年少齐琴浪子回头 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那就是音乐 而20多岁的齐琴以狼字笔 表达的不仅是孤傲和寂寞 更是有自我的坚持和希望 齐琴凭借着狼一举成名 开始被公司力捧 并且决定让他拍摄一部电影 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于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开始筹拍 但此时女主角还没有定下来 随后制片人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直接让男主齐琴 在一摞当红女星照片中 自主选择女主 而这些照片中可谓是美女如云 有钟鼠红张曼玉王祖贤 齐琴便在众多女星中 一眼看中了19岁的王祖贤 用一见钟情来形容也不为过 他喜欢王祖贤时尚单纯 而且两人都是台湾人 所以很有好感 然而他们对彼此的出印象并不是很好 在齐琴后 他毫不犹豫地吐槽齐琴的身高 身高是齐琴的硬伤 听到别人这么说他 他怎能善罢甘休呢 为了报复王祖贤 齐琴开始经常拍戏迟到 让王祖贤等他 对王祖贤无缘无故地找茬 两人更像是一对欢喜冤假 不过毕竟是合作关系 总是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公司就想了一个缓和之际 叫齐琴叫王祖贤唱歌 然而这一交可就了不得了 两人直接擦出了爱的火花 有一次齐琴已经和王祖贤 约好了唱歌时间 可是齐琴却故意跑去喝酒 让王祖贤无缘无故地 等了他四个小时 两人的关系刚刚缓和了一点 就这样被齐琴的任性 再一次跌到谷底 见齐琴回来后 王祖贤故作生气地起身就要离开 眼看王祖贤要走 齐琴连忙伸手拉住 坚持要叫他唱歌 没想到齐琴趁着酒意 突然对王祖贤说 亲我 或许当时的王祖贤 被齐琴认真的样子迷住了 又或许是当时的氛围 刚好让王祖贤有了恋爱感觉 爱情来了就像洪水猛兽挡不住 王祖贤就这样亲了上去 不得不说 齐琴还挺霸道的 然而小女生不吃这一套嘛 这还怪玛丽苏的 就这样两人一稳定情 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这段看似甜蜜的爱情 却也充满着磕磕绊绊 和分分合合 有了爱情的滋润 两人在事业上 也逐渐走上了巅峰时期 王祖贤也迎来了事业转折点 他凭借妾女幽魂一炮而红 还获得了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是一个人在台湾 一个人在香港 分隔两地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 无疑是最痛苦的 然而 在每日被思念的折磨的日子里 齐琴倍感思念 于是齐琴用了15分钟的时间 就为王祖贤创作出了那首爆红的歌曲 《大约在冬季》 而齐琴也凭借这首歌 一举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奖 同时公布了两个人的恋情 王祖贤在上节目时 也回应了两人的恋情 他说 这段日子又有爱情又有事业 什么都很顺利 是人生最满足的时间 此时他 正所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惜定时炸弹早已经悄悄产生了 只是还没有爆炸而已 虽然两人恋情的曝光 不仅让大众过于的关注 以至于王祖贤每拍一部戏都会传出绯闻 但没想到热恋的两人真正的走到了平静期 加上总是分隔两地 190年相恋四年两人 居然真的分手了 但谁都不会想到在几年后两人还会每开二度 分手后的齐情低落了很久 两年后 王祖贤宣布了和富商林建月的恋情 但却被林建月的母亲骂狐狸精 王祖贤的事业掉了谷底 他选择离开 远赴加拿大 当王祖贤深陷第三者丑闻难以自拔的时候 和王祖贤相爱15年齐情公开发声 站出来帮他说话 王祖贤作为一个女孩子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他不是一个拜金的女孩子 1906年 齐情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一夜之间在街头巷尾单曲循环 然而齐情这首歌就是专门写给王祖贤的 王祖贤听到后 一时思绪涌上心头 顿时泪流满面 情不自禁地拨通了齐情电话 两人的一通电话让两人都觉得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变 他们之间的心其实并没有走远 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让两人得以再续前缘 1907年两人复合 重归于好两人 可是下定决心要相守一生 都想着此生共白头 而齐情也是再次高调地表白王祖贤 爱王祖贤不只是这一生而是三辈子 赞别影坛三年的王祖贤 为了拍摄齐情的悬崖 也是宣布了付出 在齐情的MV中 王祖贤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 更是光着脚跑了五公里 甚至脚都磨破皮了 但他却说 只要齐情的唱片卖得好 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 1909年在齐情的演唱会 激进尾声的时候 王祖贤甚至在齐情演唱会上 首次登台现唱 演唱会结束后 两人也在观众的注视下 热情地拥抱了几分钟 那时齐情的父亲都已经帮他们 把小孙子的名字想出来了 叫齐贤 而双方都已以亲家公亲家母相称了 似乎一切水到渠成 2000年齐情终于决定要和王祖贤结婚了 并花下了460万 买了豪宅作为两人的婚房 就在他们为未来做打算的同时 一张法院的船票打破了所有美好 2001年 方美芳以私生子的名义 将齐情告上了法庭 并索要抚养费1500万台币 早在1983年 齐情在服兵役期间 遇到了这个叫方美芳的女孩 两人相识在台北的华国大饭店 并且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齐情退役后便和方美芳同居了 两人像夫妻一样出刷入队 而齐情走红后 方美芳就跟在齐情的身边 掌管她的财政大权 随着齐情越来越火 伴随着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 方美芳渐渐失去了安全感 方美芳变得很自卑 也总是害怕失去 所以总是一生一鬼的 这些行为也让方美芳彻底的失去理智 不仅在录音棚不顾面子的和齐情大吵大闹 甚至用割腕来威胁齐情 最终把齐情推得越来越远 于是两人在无止境的争吵中分手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分手后的方美芳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数月了 并且在她的坚持下 生下了方美 伴随着齐情有个私生子的消息彻底曝光 顿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对于齐情孩子一事 王祖贤就曾经说过 我没有把此事特别的放在心上 情愫也不至于受到影响 齐情这段情是在认识我之前发生的 我既往不咎 可是毕竟这事始终是两人心里的一道坎 在一番长谈后 两人决定和平分手 对于两个人的感情 只能说两人在不合适的时间 遇到了合适的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分手一年之后 由于齐情总是忙于工作 想要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最后造成了嗓子失声 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 无疑是灭顶之灾 不久之后 齐情在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了小自己24岁的孙丽雅 孙丽雅有着很好的条件 曾经也是一名歌手 她从小将齐情当成自己的偶像 崇拜她 尊重她 并且爱慕着她 2010年 孙丽雅和齐情走上了婚姻殿堂 并且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家庭美满幸福 但是在2011年 经历了的这件事情 车一打翻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也将齐情侧推向了大众的视野 齐情因为在家中把火罐 导致严重烧伤 被诊断为二度烧伤 脸部烧伤高达60% 接近毁容状态 生态受损同时差点性命不保 在齐情烧伤后 孙丽雅也没有选择离去 而是默默地一直陪伴在齐情的身边 患难见真情 齐情本来就对妻子很好 天下会更加死心塌地吧 而如今 齐情已经61岁了 昔日的狼王也变成了老大爷的岁数 到了这个年纪 齐情最渴望就是平平淡淡的幸福吧 应该说 齐情与孙丽雅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自制中 齐情都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方美方以及王祖贤的身上就可以看出 他们分手后并不像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情侣一样 所以齐情并没有亏欠方美方 也没有亏欠王祖贤 自制中感情就是一场豪赌 谁都不会说在一起时间长就越可以结婚的 错过了王祖贤也许就是齐情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吧 用十几年的时间认真的谈感情最后却没有在一起 又怎么会觉得不遗憾呢 但好在如今的齐情已经结婚十一年了 而齐情和妻子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恩爱 现在就只能祝福王祖贤 余生安好